要预测,就是要预测的内容 就是预测老师 会 可能在下一节课,就是会教什么啦 就是那个内容啦 你可以先温习那个内容 重复性去看那些可能 partial questions 啊 你知道那个内容会有什么时候 你就会更集中再去理解 听老师讲的东西咯 要设定一个短期的目标咯 不然的话,你要一次读完的话 是可以,你要是天才咯 你不是天才,或者是记忆力 非常好咯 不然的话,你不要讲读完课 读完课,读完课,读完课 读完课,读完课,你会觉得很辛苦 要善用科技啦 就这样类的东西 记录在可能电脑里面啊 在你电脑里面搜索的那个封销 我们是不可能会将每一间东西都记得那么清楚 除非你是天才咯 记忆力很好咯